年限收入400万美元在NBA属于中等级别水平,莫雷的确没有私家车,原因就是他极致追求生活的高效和安全。 NBA总经理属于球队的掌舵人,负责球队球员的签约和交易等操作,一些资历比较老的总经理职业生涯负责给球员提供合同价值加起来甚至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NBA的总经理收入并不是特别高,而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更是火箭队绝对掌舵人。 在2017年的时候,火箭队和总经理莫雷属约了一段四年的合同,年限在400万美元左右,莫雷收入什么水平?莫雷年限400万美元在NBA属于中等水平,勇士队总经理麦尔斯年限高达800万美元,与他帮助勇士组建超级舰队连续拿冠军有绝对关系,而联盟中一些球队总经理年限低的也有200万美元左右。 另外,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不同于其他球队经理,莫雷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痴迷于对数据的计算,所以说以莫雷精明的头脑自身的副业和额外收入想加起来,一年赚个1800万美元可能都不成问题。 那么莫雷为什么没有私家车呢?为何没有私家车?莫雷没有私家车这件事是他本人之前接受采访表示的。 在前几年他将家里唯一一辆SUV也处理掉,最了解,莫雷出行完全靠网约车,而莫雷没有私家车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出行,就和他的工作理念相同。 追求极致的高效率,网约车可以在中途办公随时进行工作。 另外的原因就是莫雷认为网约车比较安全,原因就是坐在网约车,后排安全系数会比较高。 所以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莫雷没有私家车,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买不去。 莫雷的理念就是如此,经过他进库于瘟狂的知名于数据也是成功搬火箭队,打造成这样一个总冠军级别的三分大队。 而且莫雷向来已经名著称,苛刻的计算也是帮助火箭队,节省了很多的额外开支。 本赛季76人队更是向高心挖藏莫雷,但是直接被莫雷拒绝,可见莫雷对于火箭队也是真爱,希望他早日如愿看到火箭队拿到总冠军。